说一年没见我其实不太相信 真的吗 吴欣宜选副总统 不过才半年的时间不是吗 选副总统 人家答应你选副总统 不应该问过他爸爸吗 除非妇女脱离关系 对啊 所以这个蛮奇怪的一件事 所以他现在切割关系 其实是切不太干净的 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因为吴东镜这个案 有诡异的地方叫做 因为它发生地是在新北 对 但是所以检调办吴东镜 竟然用一亿交保 是不是叫做隔山打牛 我们检调办案的时候 其实叫一条线 那我先鸡押你 或者是找到你的问题之后 要你去吐出当城市 吐点证人 吐出其他 包含钟小平 告的一些相关的案件 星光在台北市 就有两个案在那边 所以是不是隔山打牛 所以柯汶泽已经知道 他这两个案子 跟星光人寿有关系的案子 至少现在举出来 有两个关系 两个案子 到底你跟星光人寿之间的关系 你讲不清楚 说不明白 未来你可能会 进检调 来讲这相关的事情 因为吴东镜 很有可能把相关的事实 把他说出来 那他把他相关的事实 说出来之后 柯汶泽你就跑不掉了 所以柯汶泽 包含他在国会改革里面 为什么没有角色 国会扩权案里面 为什么没有角色 因为都被黄国康阻挡 主要因为就是 他在五大弊案里面 被绑住了 被绑住了 连黄珊珊 在开国会的 在国会立法院里面的时候 都在吃炸鸡 跟看所谓的进化权案 都不关心所谓的国会扩权案 所以柯汶泽根本对于国会扩权 或者是国会里面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听黄国庄怎么说 他就怎么做 所以他包含他最近发给所谓党员的一封信 其实里面的内容我们都不用多看 因为都是黄国庄讲过的 而且都被苗博雅打脸了 这些内容不用看 因为已经都讲过不到无数次了 所以update 但是发这封党员信是有意义的 因为他只要一出示 他就会发党员信 只要民调一下滑 就会发党员信 之前蓝白额破局 赶快发党员信 对 更之前叫做 高翁安被起诉 也发了党员信 因为民众党的民调下滑 那这次黄国庄带领的 所谓的国会扩权案 也没有让民众党民调下滑 就是腰斩嘛 选后的事实上是23% 现在纯11% 这腰斩的状况 其实包含了时代力量粉 跑掉了嘛 包含了所谓的小草跟柯粉 跑了一半嘛 都变成回头草 所以才剩下所谓的11%嘛 所以他必须所谓的 去巩固说他的领导中心 而巩固领导中心 他另外一招就是 我们不要在街头里面见面嘛 我们不要办宣讲嘛 我们在国会里面 可以回到国会里面台 阿伯过去了好不好 都已经三读通过了 如果你真的要把这个案子 重新回到国会里面台 复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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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票支持行政院复议 回到委员会重新讨论 我们不是不支持国会改革 我们支持国会改革 但是必须是 复议就可以回立法院啦 必须是不用黑箱 不是所谓的扩权 不是所谓违宪的所谓的国会改革嘛 重新回到委员会台 当然他不要 所以他说要辩论嘛 因为辩论他才有角色嘛 他才不要黄国昌去辩 对啊 他说辩论是当主其辩 回到立法院又变成黄国昌的局啦 回到外面在厕所里面 才有我客人整个的局啦 所以我现在没有局 我一定要办一场辩论会 就没人理他 他只好继续办宣讲嘛 结果场地已经都被人家借走了 两头空 整个民众党在于国会改革扩权案里面 他们整个的路线上面 一个不知道如何是好一个状态嘛 而我必须告诉柯文哲 你真的要取回你在党内的领导权 把所谓的声量取回来 说真的只剩下一招 就是你这八票 真的就去支持所谓的行政院的负义案 你才能真正的打脸黄国昌 你才能更正的跟所谓的绿营合作 跟蓝银之间产生一定区别性 这样子才不会被人家说成是小蓝鸟 上公上一波 好 收视狂开红盘 网络播放量突破两千万次 现在我要发出奶粉召集力 周一到周五下午两点到四点 黑奶鱼 奶球一起抖起来 什么你下午的直播没有跟上 不用怕 晚间十二点友善记录版 等你一起来 加拿出商 sat 肉酷 冷却 较 estre exec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